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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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浪漫的那幅畫是這樣的 其實呢 就一點都不恐怖的 因為剛才又說恐怖 我一點都不同意的 那它浪漫的地方在哪裡呢? 大家首先看到這裡 是八號風球 好害怕啊 那這樣情況下呢 就是說在晚上 你看到街燈亮了 就是晚上 那接著呢 背景黑色 都是晚上來的 那然後呢 因為我有一點抽象了那件事 那就把一些雨點放大了 就是說很大雨 那很大雨下下來的時候 你看到呢 有一男一女 你可以幻想它是情侶 也可以覺得 不是我覺得他們是普通朋友 也可以的 那最浪漫的地方 不是他們本身的關係 而是你看到 那男生呢 是拿著一把傘 這個男生是手來的 他是拿著一把傘 那拿著一把傘之後呢 他遮住了一個女生 但是他自己有一邊的身 是在下雨的 哦 好男人啊 你記得嗎 那些雨水滴下來 那就開始流下去了 他的身是濕了 但是那個女生是沒有濕到的 是不是很浪漫啊 是不是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心目中一個浪漫 就是兩個人 在雨中漫步的時候 那個男生 把傘 把傘 把自己所有的東西 去保護那個女生 不介意自己 整濕自己 啦